现在你马上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东西 它有个名字叫做重音符号 但是很多同学都不知道什么是重音 咱们今天一个单词搞定它 那重音顾名思义就是要读得很重的音 这么说吧 你肯定能明白 就是它类似于汉语中的第四声 只要它一出现 它后面这个音就要读得重一点 来 我们一起拼读一下这个单词 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 比如说咱们一起读一下 这个发b 这个发itb 这个发s 这个发is iside 你看连起来读bit side 感受到了吗 因为这个地方是个重音符号 所以后面那个部分读得重一点 bit side 你看side这个音就读得比较重 bit side 它没有读bit side 而是读bit side 那这个就是重音的作用 那这个就是重音的作用 还有吉他这个单词 你看啊 前面是g it git 后面是t ar tar 你看重音同样是在这个地方呢 后面这个部分呢就读重一点 所以它整体来读呢就是gitar 你看后面是不是读得很重的音gitar 是吧gitar 不能读gitar 要读gitar 这个就叫做重音 是非常的简单 朋友们你学会了吗 学会同学记得在评论区打卡 学会两个字 如果你想从零开始 系统完整的学习发音 你可以学下老师完整的发音课四合一 好 我是Heddy 关注我轻松学英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